三角函数的积分 我们的话呢 我们针对正弦的跟余弦的n四方的积分 来我们来做一个讲解 那么在这边我们献n是偶数 偶数的技巧跟奇数的技巧完全不一样 偶数的话呢 我们有几个重点让各位同学知道 来 首先的话呢 我们的重点是在这边 叫做平方画背角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要用到的一个公式 那么什么是平方画背角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参阅前面的背角公式 背角公式就是我们平方画背角的一个变形 那么我把它的内容写出来 平方的话呢 cos的平方 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 二分之一加上cos的2x sine呢 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二分之一减掉cos的2x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平方画背角的公式 为何要如此呢 为何要如此呢 是因为平方难积分 背角积分就简单了 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题目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题目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四次方 那么怎么办呢 如果是二次方的话呢 就直接就画开来了 四次方 那么我们就需要再做一次平方 来我们看一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把它改造成了平方的平方 也就是平方画背角 我们先将它平方画背角 1加上cos的2x 那这边是平方 好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把它平方画背角之后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这边平方 我们就照样的去把它展开来 展开的话呢 来我们看一下下面的部分 分母有2 我们这边有平方 我们就把它数字移到外面去 这边就变成了一个四分之一 积分 这边的话呢 展开来 a加b的平方 各位同学要知道怎么展开呢 a平方加上2ab a平方加上2ab 那就是2cos的2x 再加上这个的平方 这个的平方的话呢 我们照写 好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就把一个难题 画成了一个两个三段 再注意到这边 这边又有一个平方 这个可以直接积了 这个也可以直接积了 只剩下这个 这个怎么办 我们要再用平方画背角 也就是说我们的话呢 要反复的使用这个公式 只是说这里的x 换成2x 那么我们再继续平方画背角 继续做下去 好 前面照抄 这边的话呢 平方画背角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来 我把它写得清楚一点 我们平方要画背角 这边的话呢 是二分之 一 加上 cos的 请问一下 这边背角是多少呢 这个原来的角度是2x 所以背角就变成了 4x了 这边的话呢 我们继续往下做 好 整理一下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这边的话呢 四分之一保留着 好 我们来看看数字 这边的数字有一个二分之一 这边一个一 所以我们合在一起就变成 二分之三 这个我就照写 加上 2 cos的 2x 这边就会变成了 二分之一 这边是cos的4x 我们将了一个难题 画成了三个简单题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它答案写下来了 来 我们继续写下去 等于 四分之一 我们现在还是暂且不动 好 我们来写了 二分之三 是x对二分之三 来积分 那就是 二分之三 x 再过来 这里呢 这里的二保留着 可是这里有一个cos cos的积分是sin 所以这边的话呢 怎么写呢 这边的话呢 二保留着 这边psi2x 补上一个二分之一 这边的话呢 根据连锁率 我们要注意的 再继续写下去 再加上 这边的话呢 是二分之一 保留着 这边是psi的4x 我们照写 前面还要补上一个 四分之一 这里是多少 这里就是多少 后面再加一个c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各位同学 你可以把它乘进去 然后的话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答案 全部算出来了 那么至于说 这个题目如果是cos的六次方 那么做法是一样的 那就变成三次方 那么这种题目 算是比较困难一点的题目